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印尼刚刚发布了全新的CBR 250 Maro 作为车主的一定要跟大家分享这部车 哇 之前的车型有很多 很多 看到它的外边的Failing不同了 尾莎吃了 看着猪头 整体来说真的漂亮了很多 它的头有点奇怪 旁边就100分 全班飞机出车 终于有死火灯了 现在加大了马力 就会发生速度 哇 另一个有 NOW CBR 250 RR Ride in Every Ride 哇 厉害 好 厉害 给些掌声 我看了相关的资料 今次CBR 250 Maro 可以说有大幅度的Facelift 在外观上更加烧食了 虽然车头的大臂梁我不太喜欢 但侧面的扰流设计 后座位的重新设计 可以说比旧代更进一步 各款的拉花也保持了Honda 的水准 而在功能上 左边制盒终于有死火灯了 车主就不用再左改右改 而性能方面 应该就用同一副引擎 但再加上一匹马力 去到42匹 不知道标板最左边 会不会有意志呢? 到Ford就升级了 SFF BP 大直径活塞的独立Ford 和ZX 25 Maro 看齐 增加入彎的稳定性 总括而言 这部新的CBR 250 Maro 非常之有吸引力 至于你问 何时到香港 售价又是多少呢? 不要问我 问代理了 至于其他车厂 Honda 又出了牌了 你们何时交功课呢? 这次影片就到这里 下次见,拜拜! 最后 我想有个问题 大家都很想问我 会不会换车呢? 我在此一次回答大家 换不换车 这个问题 不是我回答的 不换车 是吗? 我可能来说 他就有空调音 有没有水 輸出的 所以 我今天快事 我注意 就是 你怎么识 world